大家好 欢迎收听听了才知道 我是财讯总编辑陈彦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 最近最热的元宇宙的无线商机 好请的来宾是我们的财讯双周刊 传述委员林宗辉 欢迎宗辉 总编好 各位听众 观众大家好 对 那个元宇宙应该是最近市场上 不论是的投资或者是一般的企业 非常关注的话题 你看今天我为了应景都戴了元宇宙的口罩 代表这个话题真的是超级热 那今天我们会分三个部分跟大家讨论 第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元宇宙 主要的厂商有哪些 第二part我们就来揭秘一下 苹果的AR眼镜是明年大家万众期待的新产品 那请问它当时有个代号叫T288的秘密计划 内容是什么 第三个部分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 台湾的有一家新创公司 它是负责脸书打造数位替身的设计厂商 这家神秘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 先请这个总会帮我们分享一下 元宇宙这个话题最近真的超级行的 那主要厂商比较知道的就是像脸书 它改成Metaverse这个名字 那其实还有很多的重要的player有谁 钟辉先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脸书它要打造元宇宙 最主要是因为它在整个社群网络的经营上面 是遭遇到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它在过去几年当中 它的年轻的那些使用者一直的在减少 然后它虽然说账面上有将近30亿个使用人口 但是可以发现说最近其实有很多那种僵尸账号 所以它想要透过元宇宙这个议题去抓住真正的人 然后去引入真正的那个金流 或者是说你整个商业模式到它的网络里面去 那同时它也要扩充它的云端服务 或者是说它的很多的包括说硬体的销售 我们知道说最近它也要开设实体商店 这对一家软体公司来说是一个蛮神奇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脸书它下面有一家叫做Oculus的VR眼镜的公司 然后它其实是卖得非常好 最主要是因为它是很便宜 另外一个就是它跟Steam或者是其他的那种PC的平台 其实是捆绑的很紧 然后但是说资源的那个应用是很多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它的市占高达将近八成 对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宗会这次在财讯六四六期 在整理元宇宙的商机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脸书它有自己转型的必要性跟策略性的考量 所以它就打造了一个新的元宇宙的这个话题 那我觉得它的确引发蛮多的回响 但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说 其实它在打造这个话题的同时 它其实从硬体设备切入 毕竟AR VR的这个穿戴式装置 是让一般人能够进入元宇宙的重要的使用工具 所以它其实反而要开实体商店来卖这个VR眼镜 这是非常特别的 然后当然它这个因为这样子的思考策略 也带动了AR VR的硬体制造的代工机会 当然也是台长的机会 那除了脸书之外 我想最重要这个元宇宙纯度最高的公司 应该是NVIDIA 那这个宗会其实对NVIDIA研究也蛮深的 可以帮我们想象一下 因为我觉得NVIDIA它在打造元宇宙的概念 跟脸书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各位应该都清楚说最近其实包含像工业4.0 制造自动化或者说自动驾驶方面 很多那种基础技术都是来自于NVIDIA 之所以说他们对元宇宙这个概念是最清楚 甚至他们可以说是最关键的一个角色是 我举个例好了 就是说他们在训练 他们的自动驾驶的平台的时候 是真正去创造了一个开车的环境 然后把各种状况放到这个虚拟环境里面 然后让车子自己开 透过这样子的虚拟环境去训练 这东西就其实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 一个元宇宙的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包含脸书甚至说微软或者是江南Amazon 他们要进入元宇宙 他们都需要去扩增或者是说去投资 他们的一些硬体设备 因为元宇宙包含很多商业模式 金流或者什么很多的 其实Lilicoco的东西 它必须要有很强大的云端的运算能力 现在最主要提供云端运算能力 甚至AI加速性能 最主要的供应商就是NVIDIA 所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 甚至说非他不行的一个营收来源 对因为我看很多人在介绍NVIDIA跟脸书 他们在切入元宇宙的不同的思考逻辑是 刚刚其实总会有提到 他是在一个完全拟真 因为我们看脸书在介绍的时候 他比较像是卡通感强一点的 可是NVIDIA因为他是强调视觉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完全拟真的状况 所以他就说以后在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他会是一个真实社会的实际测试场域 我觉得这是为未来的商业模式 我觉得会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变革 好那除了NVIDIA之外 其实这次总会还访了微软 那微软在元宇宙的打造里面 我觉得他跟一般的user的距离可能比较远 他只要focus在企业用户上面 这部分也请总会稍微聊一下 其实微软他在打造元宇宙相关的元素的时间点 要比脸书更早 比如说他HoloLens 他其实是最早提出商用 或者是说真正商品化一个AR眼镜的业者 早就好几年前就已经退出 然后在去年他也退出第二代的产品 对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我相信对于AR眼镜的需求是不是越来越多 就是我不能远距地立即处理工厂 或者是流程上面的错误 或者是失误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处理 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一家公司 叫做ASML 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 Smore 对 他就是台积电 还有很多那种Foundry 就是晶圆代工厂 机台的唯一来源 他导入HoloLens这个AR眼镜的时间点 是非常早的 然后透过这个AR眼镜 其实他帮忙ASML解决了 过去两年在疫情 你没有办法旅行 然后到现场去协助客户解决问题的状况 只要有这个AR眼镜 你可以就是在你的AR眼镜旁边 看到一个真实的人物的替身 指出你这个问题是出在哪里 然后他就会帮你去进行解决的动作 所以这个真的是有无限的可能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 其实大家最万众瞩目 就是最期待明年苹果的AR眼镜 其实苹果的AR眼镜 他们是有发现好语 希望在十年内取代iPhone 到底他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他们到底布局有多深 这个请宗慧帮我们讲一下 如果我们从几个方向来看 苹果对AR的布局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说 它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 AR相关的技术专利方面 已经有超过900项的专利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从2013年就是一直在并购那些 拥有AR软体或硬体技术的新创公司 可以透过这些并购去累积 它对AR产品的一些认知 或者是技术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期待苹果 是因为当时苹果推出iPhone的时候 对市场上产生的那种 破坏式创新的一个新应用 所以大家会想说 其实即便脸书已经推出了 这个VR AR的眼镜 穿戴式的装置 但好像还是不是那么普遍 可能还有一些限制 如果苹果能够推出杀手型的产品 那对于整个user进入元宇宙 会更无缝接轨 更容易进入 其实总会在杂志里面 这次介绍到 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案子 就是原本苹果并购公司 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来研究专利 重点是它还内部取了一个T288的计划 它其实这T288计划内容是什么 它是取自哪家厂商的原型 其实T288只是苹果内部的一个案件的代号而已 然后T288这个案子比较有趣的就是说 它是拿HTC的Vibe 直接拿来当作它的一个开发平台 宏达店最近也是这个涨翻天 因为这个元宇宙的题材 所以它也是拿宏达店的产品 作为它的原型开发的基础 对对对然后根据就是之前的一家媒体的爆料的话 其实它明年会推出的AR产品的话 会是属于AR加VR的概念 而且会偏向于那种封闭式的 而不是我们可能以为的那种眼镜式的那种AR产品 听起来蛮酷的 但是现在因为市场上从来非常多的猜测 因为大家都没有看到 所以市场上有很多想象中的原型 还有包括价格 所以它在价格方面是走高价呢 还是走低价 这个有点市场讯息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依照那个爆料的内容来看的话 明年它可能会先推那款AR加VR的产品 然后价格可能会比较高 有可能到8万块台币以上 之所以大家会这么热烈讨论 是因为听说Apple已经真的下单了 不然之前这个AR眼镜 大概也是讲了好多年 对 都一直想狼来了 都一直没有看到 每年都讲 然后每年都被都让人家失望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 明年的苹果AR眼镜 接下来我们想要谈一下 台湾有一家新创公司 不要看它小小的 可是它是脸书的合作厂商 它负责的就是打造脸书的数位替身 这个部分也想请这个宗辉帮我们聊一下 请问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这家起云公司 它其实是一个 你要说它是一家那种AR公司也可以 然后你要说它是一个滤镜的设计公司也可以 它其实目前最主要的那个业务内容就是设计 脸书或者是IG上面可以看到合成的滤镜 这个都是我们台湾公司做的 有一半的滤镜是这家公司做的 做这些滤镜的话 其实你有一些关键的技术 你要掌握到很精确 对齐云来说 它其实它大部分的那个员工 其实都是出自于美术科班出身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能力 它其实帮助脸书去解决很多应用上面的问题 员工的平均年龄 我看文章里面写的也非常年轻 对当初去做这个访谈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他们的员工 其实大部分都是二十几岁而已 所以这个行业真的是年轻人的行业 他们才会对这个未来的世界有些想象 那这次中会访到这个董事长叫做邱丽全 那我想一个新创公司要打入脸书 供应链一定非常不简单 它是一开始就进去了吗 还是说它其实也经过一些转折跟转型 它其实一开始的客户还是以台厂为主 然后后来因为它的技术 其实有逐渐跳出来被大家看到 所以它也逐渐拿到了一些国外的客户 然后脸书的话 其实前几年拿到那个订单 就是说那时候其实脸书它也算是只是一个整选的动作 它也没有说抱很大期待 但是齐云他们拿出来的成本 其实真的是有让脸书shock到 然后也觉得说做出来的东西其实是符合我们的需求 然后后来就是在元宇宙 齐云就变成是他们就是脸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 这样子 所以它等于是跟着脸书一起转型的概念 那所以我想它既然是合作伙伴 它是不是对于这个脸书转型应该有它自己的观察 那这个邱董他怎么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脸书它的整个市值的话 其实卡在五千多万美元 它一直上不去 对脸书来讲 它一直没有办法真的把那个公司的那个规模往上扩整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一直在尝试说 新的服务或者新的那个内容的方向 然后元宇宙其实算是他们想要抓的一个救命道场 把所有的那种可能的线上服务把它整合进来 变成一个入口网站甚至是一个平台 觉得它有点像是脸书变成立体版 就是以前大家看的是讯息 现在变立体版的社群的方式在做 所以邱董是蛮看好他这个脸书这样的转型吗 他其实是会觉得说脸书有这样子的一个愿景的话 对脸书未来经营其实是一种一件好事 对啦就是说或许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元宇宙是脸书的救命稻草 但它的确也为整个市场开了一个新的契机 所以其实元宇宙或许很多软一体的相关配套 就现在来看还有很多技术需要突破 但它看起来是一个长远的趋势 会一步一步慢慢施行 那我觉得科技的进步真的带来非常多的可能 这次我们财讯双周刊的六四六期 除了讨论元宇宙之外 也讨论到这个生技制药的CDMO 它都是来自于科技进步的驱动力 所以我觉得以后真的是 人类不论什么样的生活形态 可能都离不开科技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趋势 跟所有读者跟观众分享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总会的分享 YT的观众请别忘了帮我们订阅分享以及按赞 如果你是听Podcast的话 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 也可以留言哦 听了才知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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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